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我们与人民同行,在奋斗中成长 激荡砥砺前行的青春力量 信念永恒,初心不忘 风雨兼程,不可阻挡 既往开来,扬帆远航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堂会上的讲话 发表80周年5月23日 与您一同传承,讲话精神 周深新舞台,我心中的人民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堂会上的讲话 发表80周年特别节目 听周深讲述信念永恒,初心不忘 用真情诉说我们始终与人民同行 节目于今晚8点起播出 周深演唱歌曲《何光同城》 期待周深的《何光同城》 《何光同城》 《何光同城》 此外周深为什么参加那么多综艺呢 周深曾说自己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一直站在舞台上为大家唱歌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曾在YY平台连续唱歌九小时 曾经常连续几小时就练唱一句 毕业后仍然不放弃声乐的学习 在形成极其紧密的情况下 仍抽空去上声乐课向大佬请教 每一次舞台演唱都认真彩排和表演 每次正式演唱前都肉眼可见的紧张 他对唱歌的热爱和执着有目共睹 对歌唱事业的珍视和爱惜不容置疑 他从不可预见未来的低谷走来 不忘初心 所以懂得每一个舞台的来之不易 也正是因为懂得舞台的来之不易 懂得娱乐圈的事态炎凉 懂得娱乐圈的那种极快的更新换代和遗忘 所以他必须喜剧人气 依次助推歌唱事业的更进一步 我其实也特别 每次来录清楚反应就会觉得好累 我也很喜欢大家 但是我又害怕自己太喜欢大家 千万别怕太喜欢我们 好多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很多人都喜欢 抽身超级好 大的目标 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 所以就只有一个愿望吧 就是能够站在台上唱歌 是会有的愿意 毕竟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新生代歌手 而戏剧人气就需要不断的正面曝光 于是他不断的发歌 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有了周八哥的称号 也因参加综艺多被人质疑不务正业 但他从未遗忘初心 更未从未耽误过歌唱的主业 2020年约满之前 被公司疯狂压榨 2020合同存血席 接的常驻综艺就有五档 我们的歌了不起的长城 歌手当打之年 青春环游记二 新手驾到 还有若干的飞行综艺 即便如此 2020年他发了35首歌 贡献了100多首舞台歌曲 开了一场线上演唱会 一场线下演唱会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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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月到2021年底,在周深工作室成立有了自主权之后,他减少了综艺的工作量,常驻综艺只有讹厂的创造营和令人心动的offer,以及少量飞行综艺和晚会,而把重心放在了音乐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专辑等歌曲的制作上。 虽然二专由于某些原因未能面世,进入2022年,他一口气接了三档S家常驻综艺,可见前面周深为了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专辑,推掉了很多的综艺邀约,也从侧面说明了专辑的录制工作应该差不多了。 周深有着对歌唱的热爱和执着,更有睿智与清醒的头脑,他深知歌唱是历生之本,所以他不断打磨唱功,认真做专辑,也在努力拓展公民度,维持人气。 正如胡彦斌所说,音乐人上综艺好不好,现在的问题是,你不上综艺,音乐更没人听,综艺是导流,导流出来,观众会去音乐平台听你的歌。 基本现在能红的歌,出来的途径有三,影视剧,综艺节目,短视频。 你完全独立于这三块,和谁都不沾边,搞了一些新歌出来,就只有你的粉丝去听。 所以一个歌手怎么能让大众知道他,除了本身实力和出圈的歌曲之外,综艺,短视频,影视剧,晚会,是扩大听众圈的主流方法,这也是周深不断参加综艺和影视剧歌曲的原因吧。 也可以唱人歌,也可以唱人歌,可以站装输出。 也可以唱人歌。 也可以唱人歌。 无论是古典美生